请订阅电源,封面的电源开关 这个是电源的开启键,我们常按它开启 我们进入这个界面,它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自动的,第二个是手动的 这边是它的设置,我们点击进去,进入设置界面 这里可以调节语言,声音,亮度,时间,机组和手柄 然后我们返回,进入自动界面 我们选择它的选项,根据实际的情况 然后我们去选择它各种的选项 然后确认好手柄,贴在了被操作者的机构上 然后进入了预选的能量参数界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手柄操作 可以单独选它的手柄,A手柄或者B手柄 也可以按这里,是同时操作的手柄 这是开关,开始和暂停键 也可以点击手柄上面的按钮,来启动手柄 我们试一下屏幕这里,点击它 就会有能量提出了 我们能量还可以中途手柄操作者 我们现在可以中途手柄操作者 这样可以暂停 好,这样可以暂停 安置匀 如果能量是中途手柄 那么还可以放这些,不就黄钱 太小了 好,这样就可以暂停了 那么锅最好的,可以暂停 这是您的吃的 赶紧 放鸡